您是知青 知青 去到哪里 山西新县 79年调回北京 我当退休都没进去 随后您没回北京 没有 我在那儿退的休 在那儿退的休啊 我那还算是事业单位呢 大家好 我是瑞姐 在公园里 遇到两位同样是山西插队的北京知青 大哥在山西待了11年 调回北京工作 后来在北京退休 大姐就没调回北京 在外地一家事业单位 一直工作到退休 他们的现状如何 回京的和留在外地的 退休生活有哪些不一样呢 大哥您好 您好 您是知青 知青 是哪一年去的 六八年 老三届 老三届 哦 去到哪里 山西新县 新县 在那儿待了多少年 在村里待了三年 然后呢就分配工作 分配到当地的地区医院 分配到地区医院了 新县地区医院 那挺不错的 很幸运啊 我算幸运的 真是算幸运的 一般的头一批财貌 第二批工厂 哦 我是第三批 哎呦真好 在山西待了多少年 11年 79年调回北京 哦 山西哪个 新县 哦 新县 我就是运城 运城是近南了 哦 近南对 哦 你们家生活好点 是啊 还行 我在那儿等于待了17年 待了17年 插队三年 访真厂七年 报社七年 哎呦 一共17年 完了我又调到那个河北桌线 广播电视局 一直到退休 哦 我到退休都没进去 随后您没回北京 没有 哦 我在那儿退的休 是吗 在那儿退的休啊 对对对 问题是回来的吧 岁数也大了 再有 一是没住房 哦 对对对 再也没什么好单位 哦 那跟北京的退休金相比 就有些距离 对对对 肯定是啊 我那还算是事业单位呢 算事业单位 但是 那个 退休的工资 肯定比这边少多了 哦 是吧 大概能拿多少 我现在拿4千多 4千多 小多了 电视台你拿多少 我退休 您也是电视台退休的 我那儿也是电视台 哦 是吧 给北京看 那去 大哥那您回来以后 做什么 回来我从山西直接调到天坛医院 天坛医院 对 放射 搞放射啊 拍片子的 一直到退休 你以前是学这个放射的吗 没有 三年工作分别到地区医院 就给我分别到放射科 哦 然后就学徒吧 哎呀 这学出来了 天坛医院那挺好的 一直到退休 工作多长时间 工作我退休是42年 哎呦那年线挺长的 你现在你算我18岁差短就算功了呀 哦 60退休不是42年 42年 那医院退休退休金应该高一些啊 啊 一般挺高的 是吧 嗯 八九千 八九千不止 不止 上万了 上万了 应该上万了啊 那现在生活怎么样 生活挺好 挺好的 挺好的 有自己住房 儿女满堂 儿女满堂 那你在那边工作很长时间 十一年 工作十一年 十一年 那回来的时候应该年龄很大了 没有 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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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回来了 没成家的呢 呃成家了 差人也是差短的 新鲜长 哎呦那好啊 那大姐 已经去世了 哎呦是啊 去世十几年了 你自己一个人生活现在 现在跟闺女在一块 经济上没有 经济也没问题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回来以后也没有住房吗 呃单位分了我 都有 自己家原来也有住 老北京 老北京 对 那现在生活的不错 还行 还在胡同的吗 嗯 不是胡同 我们家本身就住楼房原来 嗯 您怎么几个 四个 四个就您自己去插队 我去我大妹妹去的那吗 然后底下我还一妹妹还一弟弟 都分门都在北京 哦 那俩都没有出去 那说赶上了 就得插队了 没别的出路 您觉得遗憾吗 有的地方遗憾 有的地方不遗憾 哪些遗憾的 遗憾就是没赶上好时候那时候 我算知识心点也算不错的 对 单位好 我们单位没有下岗之一说 对 你在医院里 所以说没有下岗之一说 没有下岗之一说 就说你进入各方面都不行 也下不了岗 尸体那技术不好咱们淘汰了 那是 那大哥很幸 感人也好 咱们 还是挺幸运的 还行 希望您的生活以后越来越好 谢谢你 时光 时光如握不住的流沙 太阳山的西边 几度落叶 几度飞花 季节的风 浮过墨上的绿 挂在老去的枝丫 凋谢了青春的羞涩 吹落了 吹落了故事里的童话 是五尽花期的一粒沙尘 用染纸的柔情 炙热了柴鸣的夏 铺开回忆的宣纸 书里一路的鸣客 举杯 敬芳华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瑞姐 我们下期再见